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 可有时候 我又不能接受得那么坦然 因为你毕竟不是我的亲人 所以我总觉得 心里面还是有愧疚的 我还是觉得 我欠了你很多 那不正好吗 目的达到了 傻瓜 骗你的 我做我愿意的 关你什么事啊 其实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真的不是因为需要你爱我 才去爱你的那个女人 如果你非要说歉我的话 那你就还我一个拥抱吧 谢谢 行了 快回去了 她还在家里等着你 你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啊 喜欢你快乐 怎么会有什么事啊 没有قي在那里 他没了 你是什么事啊 我快乐 你觉得你还没了 你不要玩 不玩 他就想过去 他怎么会 人家 你妈妈 哎呀 你也想过去 他就说了 他就想过去 他就想过去 他是说了 你我想过去 那你不应该 重新再夸我一下吗 色香俱全 飘香四溢 唇齿留香 吃完了回味无穷 流连忘返 还很性感 经济学里面 有一个概念 就机会成本 当你面对选择的时候 应该选择 机会成本最低的选项 既失去越少 就越美成 我是以前 一直在纠结 我不停地问我自己 我为什么喜欢你 喜欢你什么 到底有多喜欢 我一直在想 喜欢你这个面条 它的机会成本 到底有多大 你算了吧 有些问题 我还没有想清楚 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走吧 送我的边馆 昨天哈勒上门来了 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让我陪他喝了几杯酒 不过这事 我感觉 对哈勒还挺残忍 我知道 我这样 有点不够意思 是吧 不够意思 你以为和我呢 不是你是不是真拿哈勒当你哥们了 你说人家耽误了这么多年 尽心尽力 为你们 为亚也付出 我跟你说 你在哈勒的心目中的位置 就跟酸菜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是一样的 我知道 所以啊 我才纠结这么长时间 可是 总得说清楚吧 怎么才想起说呢 跟亚也说清楚了吗 亚也清不清楚的 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 看着感觉走吧 一个不忠于自己内心的人 是不自由的 对吧 对 我们活了这么大 我一直都坚持过 真就是这一点 我听你 你俩到底好过没有 好过没有 不懂吗 没有啊 那上次那个不是误会吗 那就抓紧时间 再营造一次机会 怎么营造啊 这首先呢 你得创造一个私人的空军 适合于你们两个人 单独相处 这么个地方 你俩有什么时候回来 是啊 那也就是说 方家是唯一的电灯号 请箭敲过去 门 军队的后卫的媒介组 出来 探射来消息了无比 好 好 好 干吗 干吗呢 没干什么呀 家家不在家 你得刘烂黄色网站是吧 没有啊 真没有 敢让我看一下 中国族群 还不如刘烂黄色网站 也是 你明天有事吗 有事没有啊 什么叫有事没有啊 明天我跟老猫吃饭 晚上不回来了 你一个人找个地儿解决一下 知道不 正好明天我公司要烧碟 那我就睡了 公司不回来了 明天你不回家 爸也不在 我一个人也睡不好 也是 看看 来 明晚八点 带宅供应大家 共读良宵 十八点 生日 宝费 晚餐 老猫 祝食 不在如今 老猫 起来 最后 老猫 老猫 家 老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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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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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销售无情脑送来的 一直在带着设计实现了 周边的销售情况 怎么了 不好 惊喜 这次呀 多亏戴打设计师的明星效应 让我们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不仅周边本身卖得超好 还推动了咱们这款游戏的销售呢 谢总 果然夫妻当就是有动力 咱们前一阵子的业绩下滑呀 都给补回来了 谢总 您和戴设计这么搭 我们什么时候 能吃你们二位的喜糖啊 对呀 谢总 什么时候能吃您喜糖啊 这次成绩这么好呢 首先要感谢大家 这和你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会向上面申请 给予你们奖励 好 另外 工作是工作 不要和其他的事情混到一起 继续努力 谢总 刚亲董打电话 请您安排一下哈勒老板 和带设计师来公司一趟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 想向二位请教 好 我知道了 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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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说不说呀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默契了 不行 不能再拖 必须解决 必须拿手解决 必须再电话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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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她烛光晚餐 再然后 你当着她的面 打开你精心为她准备的 这个性感的小礼物 然后在她耳边 轻轻地吹一下 再然后 你就可以用你中年特有的 非常雌性的 性感的嗓音 对她说 亲爱的 在这特别的夜晚 在这温馨浪漫的时刻 我为你准备了 这样的特别礼物 请允许我为你穿上 让我们一起 在这明媚的烛光中 尽情地 我现在特别不明白 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一直等存在 怎么了 你太扫了 谢总 什么事 金总说他那边会议 马上就可以结束 问你这边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 我知道了 稍等我一下 呗 你不许会 我 我 你不许会 我 你不许会 到我 你不许会 我 你不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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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現在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問你 你要非常老實地回答 我什麼時候對你不老實了 好 你聽著啊 第一 之前 蘭菲爾跟你說 讓你單獨出去成立公司 你考慮得怎麼樣 那個呀 不開了 自己多太麻煩了 那第二 嗯 如果這批周邊銷售得非常好 公司想讓你加量 你 還做不做呢 做呀 為什麼不做 你不怕耽誤你時間嗎 其實說實話 也佔用不了多少時間 無非就是動動腦子吧 沒什麼大不了的 第三 如果一邊是我 一邊是完全 你只能選一個 你會選擇誰 你要我認真是說嗎 對 我可以不選嗎 行了 我明白了 我跟你開玩笑呢 毫無疑問當然選你了 為什麼 因為玩具版權 無非就是一個點子嘛 一個點子賣了 只要腦子還在 還可以想 但人不一樣 人沒了 怎麼想回來呀 可是你之前不是這麼說的 你之前說這個版權對你很重要 你看他 跟你的命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沒看上你呗 所以那個時候 當然版權最重要了 我很懶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想一個點子很費腦子的 我很累得懂不懂 所以當然能不想就不想咯 怎麼了 感動了 別別別別 我跟你說我這些詞都是 按照肥皂劇裡的對白設計的 千萬別感動 整天神經性 我還在天神經性 謝謝 太早了 喂 艾銘 你告诉金董 是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董事长好 不好意思董事长 我没有叫他来 他没有答应你 我没谈 没有说 怎么没有跟他谈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戴古顺 是不会同意这件事情 谢经理 这是你的主观一端 他不认为是爸爸让他同意 他不认为是爸爸让他同意 现在怎么又变卖了 不好意思金董 您太太疾我了 我跟他交往 真的不是因为这个目的 谢许诺 你 你脚本身是怎么回事 你脚本身有问题了吗 你脚本身是职业的女性 你脚本身是这么不专业了 你脚本身是这样的原因也不行 那些四十年男子 我最好知道 你脚本身是这样的 你脚本身是这样的 不免他没有任何前途 金董事长 您的意思我全都明白 可能在您看来 我跟代古顺交往 就只是为了工作 为了利益 可能在您看来 金钱 是可以衡量一切的标准 但是我做不到 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用我的情感 去换取一个静身的机会 当然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没有为公司 谋取最大的礼仪是我的失职 我这么做 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所以 金董 感谢您这些年 对我的招务 谢谢 各位同事 和你们公司这么长时间 我一直对你们很严重 抱歉 谢谢你们的理解和配合 我会想念大家的 你又自 好 谢谢啊 没事 孙总 是 是大先生吗 是我 哪位 我是钟燕子 钟燕子 什么事儿 我有件事要跟您说 谢总他离职了 谢总离职了 为什么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因为版权问题 金总非要买您的版权 谢总跟他有意见不同 所以就离职了 那谢总现在在哪儿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谢谢 我看伯母的胃不太好 咱们买点药吧 不用了 家里有 老人上了年纪 今天这儿不舒服 明天那儿不舒服 都背着 那你呢 好点了吗 我怎么了 我不会就有点小伤风 没什么 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了 这么多年了 我也很少出来走一走 你早就应该出来走一走啊 要把家里那个空间舞台啊 留给孩子们去表演 咱们别试试 都干涉孩子的生活 是不是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话里有话呀 姬爷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次我回国啊 都是带伯顺 还有小洛 让多多给我写的信条 而且呢 亲自到机场接的我 还给我安排了宾馆 这么大个事呢 怎么没人跟我说呀 要是跟你说了 这不就乱套了 我跟你说啊 戴伯顺这个人我不喜欢 他物质条件不好 这个我也不在乎 和你说都那么大岁数了 他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其实啊 戴伯顺这个人呢 说话是直来直去 他真心地对小洛好 而且也真心地为你着想 是吗 黄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知道你在这儿 中央给我打电话了 我都知道了 干吗要这样呢 其实没必要 电话里我不是跟你说清楚吗 我毫无疑问地会选择你 你这么做 是为了感动我吗 不是 我是想给自己犯个件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放松 我突然发现 其实工作对我来说 并没有很重要 好 那我们就把今天 当做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你刚刚弄的 没错 是为我弄的吗 其实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一座城堡 每座城堡里面 都住着一位公主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希望 你是这座城堡里面的公主 早知道 我应该穿得像公主一样 在这里等你 等一个 可能 看街上 行人以为相拥着 请问 为什么只剩我一人 游荡在街角的黄昏 还在期待谁给 这是我给你买的 生日礼物 你是想 要我现在把它穿上吗 当然 公主就应该 公主的样子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是想感受我吗 我不是公主的 当家了 我等 等洗水流长的年龙 等花开花落的人生 等你未来 给我一个吻 我等的人 是否也在路口一问 有谁能 带来幸福的无限可能 是要牵手 还是带转身 我们都在寻找彼此对的人 我等的人 穿越茫茫人海远去 找到我 带给我最温暖的旅程 我会转身 抓紧这可能 一起走过每一个黄昏 粉丝 我会转身 那我会烧 我会转身 我会转身 地步 我会嘣 我会转身 我会转身 让我看看你的火 让我看看你的蚊子 让我看看 喂 老婆 老公 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啊 我已经在你的冻车上了 还有三十分钟就到咯 老婆 你不是说你后天才回 回来吗 因为你老婆也很爱啊 所以我已经有空了 你在哪儿呢 你们去家 好嘞 好嘞 我在家呢 是啊 行了 我知道了 放心吧 老婆 就是烤人嘛 老公 你想我没呀 什么 我说你想我没呀 想 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回家 回家 你爸跟老婆说一句话 今天晚上家里没人 真的 先走了 你怎么还不跟老婆说 你帮我按钮 要不开子 要不开子 你帮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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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it 你帮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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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 谁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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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什么情况 药药 那你怎么回来了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爸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 不是 爸 他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谁啊 这是我女儿 你女儿 不是十二岁吗 这是我大女儿 大女儿 不是 女儿长大了 长大了 爸 这位是 这是小冬的妈妈王阿姨 这是谁啊 你儿子 这是我女婿 你女婿 对 结婚了 对 阿姨好 什么阿姨 叫外婆 外婆好 叫什么外婆 是小诺姐的妈妈 叫阿姨 王爷好 别别 小孩 我头晕了 我头晕了 这都什么五七八糟的 这儿没有姐姐 没有阿姨 也没有外婆 我们谢小诺 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若干什么的 换衣服走人哪 走 奶奶 少嗑点瓜子 火大啊 喝点水 可不吃mes 你说小诺今天回不回来啊 我也不知道 你说这每年啊 过生日啊 她都在家里过 可是今年也不是 你大姐 还在美容院呢 你说这都几点了 你妈去送那个郑长西叔叔 到现在也不回来 我这心里真是不踏实 行了 奶奶 这些事您就别操心了 你说这 这叫什么事啊 你说咱俩干柴烈火的 爸 我 我今天 答应给哥们儿庆生来着 这都几点了 我必须得去啊 我 我以后就回来啊 我以后就回来啊 很快 谁啊 喂 哥们儿 林子 咱一起吃过饭 叫头发紫色那个 有印象没 我衣服呢 你不玩了 你还出去啊 你不玩了 很快就回来 我上组织包上 我媳妇最善点人意的 来 那我回来 好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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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方家 你怎么还不来呀 今天人特别多 你赶紧过来吧 我的妈妈过来了 方家她现在又回低厅上班了是吗 对啊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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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过来吧 她现在就去了 骗子 骗子 那倒是骗子 骗子 骗子 被告不起的骗子 妈 seinen丰 IRS 今天这函劀不好看 你的心思都没有在看电视上面 慢点没意思 你说想就想 真呢慢点 Lord 来 们치료 你 COMic 你看看 又感冒了不是 小诺 我回来了 回来好 回来好 小诺 生日快乐 谢谢奶奶 好 快上楼去吧 去吧 小诺 小诺 你逗死我了 你太前卫了 你知道吗 不是 我说你们俩笑什么呀 这有什么好笑的 你们知不知道 我当时有多尴尬呀 没办法 谁让你踩到 咱妈的地雷了呢 咱妈是谁呀 妇联主任啊 一直就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 带头发起人 我跟你二姐 可都是坚决执行的啊 这怎么又扯到 婚前性行为了呢 我们就是一起过个生日 一起吃个浪漫的晚餐 这叫约会呀 妈天天喊着让我嫁出去 又限制我约会 这怎么能行的 这又不是过去 互相不认识 盖给红盖头就可以过去了 妈不是不让你约会 关键是你那种行为 太刺激妈了 妈觉得你道德败坏了 你要知道 咱妈还是多纯洁一个人呢 你看人跟郑叔叔啊 那发乎情 只乎礼 那享受初恋般的甜蜜感觉呢 行了 姐 别乱说 我可不是乱说啊 我这是赞美他们 人家不是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道德来遵守 而是当成一个美好的感觉 来守护着 这样做到也不难啊 之所以现在很多人 都觉得这是个道德的问题 整天纠缠在什么保守啊 开放啊 值不值得提倡这 这上面 就是因为很多专家 跟老百姓一样 都是没有信仰的大俗人 亲爱的谢小多同学 你不就是咱家最俗的人啊 我俗 也是因为我嫁了刘毅之后 才俗的 想当年你大姐我 那清纯的一水啊 是是是 清纯 清纯 行了 别说这些了 行不行 今天可是个重要的日子 对呀 三 二 一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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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物 有 Yak 你还好意思笑 是不是你出了馊主意 那我出了主意 那谁想到那娃阿姨 还能走从跑上门去 现在不光是王阿姨 娅娅和方家同时出现啊 像约好了似的 我现在都怀疑 是不是你提前跟她们沟通了 咱们不在这儿了 我猜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想着呗 没事 没事 没有过不去的回忆程 想想办法看 解释一下呗 怎么解释啊 压压到好说 可以慢慢渗透 那王阿姨现在误会深了 解释得清楚吗 你别急 这几个带 慢慢想 那有没有跟那个王阿姨 他们关系比较近的 是吧 能说上话的 就是沟通一下呗 他 在哪儿单位工作 这些 复联 复联 我有个哥们 认识那主任呢 让他从领导那块 跟他谈谈吧去吧 他就是复联主任 而且已经退休了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可以说上话 谁呀 谢小诺他妈的初恋情人 你怎么还骂人呢 你什么骂人呢 谢小诺他妈的初恋情人 谢小诺他母亲的初恋情人 王阿姨还有初恋情人 是不是初恋情人我也不清楚 反正他俩关系挺好 郑长熙 郑伯伯 那你就赶紧去找他去吧 我找他去 那你又去谁去啊 我找他说的 行 行 该怎么说怎么说呗 我跟他说我跟谢小诺谈恋爱 然后这个情况是误会 让他帮我去跟王阿姨解释一下 我怎么说 怎么说出口呢 你看 你看 你这 你到正常你就怂了吧 废话 真是动静谋的吗 就 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给谁打电话 你可以给那个正常系郑伯伯 给打电话 这我也不认识人家 我 我打电话 我 我跟你说什么呢 跟他解释一下 我跟谢小诺的关系 然后让他再帮我 跟王阿姨解释一下 不是 你这我也表达不清啊 你 你 你就说 你就说 你是我朋友 你 你就像那天在海边 去表达我的情感的时候 我觉得你表达得比我好啊 对 就这么着 你给他打电话 好不好 不是 那你给他拉到我 这我不算 他说我凭什么给你打电话啊 我 这件事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阿姨 是 这是